最近有一部叫做《夫妻那些事》的电视剧在中国大陆热播 剧中涉及到了现代社会丁克族的生活方式 引发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丁克这个词是从英文的dink音译而来 是double income no kid的简写 也就是代表了双薪水无子女的家庭 男家的婚姻亲子关系专家表示 在海外的华人家庭当中也存在丁克一族 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有利有弊 不过由于华人社会注重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 因此一对夫妻想要把丁克进行到底 其实并不容易 说到丁克现象 网络上流传着丁克的三个级别 第一种叫白丁 就是说俩儿丁了半天 结果丁不住了 孩子生了 所以叫白丁 这第二种 那就是斩丁解体 是将这个丁克事业进行到底 这个铁钉 第三种那是骨灰级的 叫丁狗 什么 丁狗 就是说两个狗子 这辈子真的就不打算要孩子了 可光两个人过他闷得慌 就养个什么小猫小狗 让这阿猫阿狗的当儿子女儿 所以这叫丁狗 婚姻亲子关系专家雷洛美介绍 通常一对夫妻选择 做丁克族的主要理由包括 觉得照料孩子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女方惧怕怀孕生产会让身材走样 担心因教养小孩观念不同 起争执 影响夫妻感情 经济压力大 以及不愿因小孩而影响事业发展等等 海外的华人移民家庭 其实也有人选择做丁克 在海外也有一些华裔少一点 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比较是传统的家庭 那而且我们的家庭的关系都很亲密 所以常常可能祖父祖母阿公阿妈 可以来帮忙照顾小孩 会比较减轻年轻人的压力 不过受到华人社会中 生儿育女主流文化的影响 在多年坚守后 不少丁克族最终还是融入了 为人父母的行列 但是研究调查出来是说 其实大部分到后来他们会后悔 他们开始可能决定是这样子 因为人会改变 想法会变 人也会成熟 然后尤其到35岁以后 他就会觉得说 我还是喜欢要有一个传统的家庭 那可是那个时候就有个危险 因为可能就会产生很多高龄的残妇 雷洛美也表示 丁克这种家庭形式有利有弊 如果一对夫妻自认没有能力教养好子女 那么选择丁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是一种负责任的做法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生儿育女是自然规律 夫妻在共同教养孩子的过程中 也可以培养责任感 而且丁克夫妻一旦过了最佳生育年龄 再想怀孕生子 会面临更多的艰辛与挑战 《过程十八台》将于4月19号晚上7点钟 全美首播电视剧《夫妻那些事》 这个剧是讲述一对白领夫妻 在丁克之路上的喜怒哀乐 预计会在南加华人社区 引发一波家庭话题的讨论热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